跨聯盟交流賽開賽之前 B組被稱為死亡之組 不僅聚集T1 Plus C上季的亞軍隊伍 台中太陽以及新竹街口工程師 另外還有SBO上季冠軍 臺灣銀行 而從這些強勁對手當中脫穎而出 目前佔據分組龍頭的 則是新北重型特攻 帶領球隊到目前為止 還沒嘗過敗戰的大工程之一 就是他特攻黑豹阿巴西 三場比賽 交出平均得分31分 平均籃板10點3 連續兩場比賽都交出雙十數據 近況相當火燙 除了在新賽季開打之前 讓本土球員自治場跨聯盟交流賽當中 調整好狀態之外 既中中心特攻也濟起網絡外援加入 目前已經與三位養獎簽約 一位是立陶宛內線好手艾德 另外還有克羅埃西亞 零巧硬漢克里斯 以及身高兩百零三公分的風險 主力 除了球員之外 還網羅了塞爾維亞籍的助理教練莫米爾 次外籍勝利軍都來自歐洲 與去年洋將都來自美國的陣容 有很大的差異 因為我們從小就看NBA看多 但NBA比較屬於那種個人英雄的事 那我們希望我們球隊是一個比較團隊精神的 所以我們找 今年找了很多的歐洲球員 甚至教員進來 希望把這個團隊的籃球風氣 在國內帶動起來 讓每一個球員真的就是一個團結一心 為球隊犧牲奉獻的這種精神 歐洲的球風 就是我們對他的印象 就是打得非常團隊 那正好也是我們今年想要走的一個方向 就是完全是一個團隊主義 然後快速的球風 我覺得是給我們一個新的一個方向 然後讓我們好好去參考 去學習他們的打球的風格 網羅不同球風的外援 與本土選手擦出不一樣的火花 總教練光哥也期待能夠形成良好的化學效應 讓新北中心特工在新賽季 有機會衝擊總冠軍 YT台採訪報導